地藏菩萨摩赫萨三称 正式开始之前 先让我们一起来 称颂三称的 地藏菩萨摩赫萨三称 来 大众请合掌 南无地藏菩萨摩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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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才要正式地问 就位菩萨摩赫萨 好快 其实一眨眼就一年了 是不是 你们一定会说这是什么意思 好快 真的好快 去年的这个时候在讲什么 佛教徒的生死观 所以去年讲完之后 其实心里就打定了一个主意 其实今年要讲地藏菩萨 那你们一定会说为什么 就是有几个原因 就是说这次我们的课程 为什么是地藏菩萨 它其实有几个原因 其实总共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两年我都在农藏市 讲地藏经 农藏市的地藏法会 所以在这边说法讲地藏经 讲得还蛮有心得的 所以就想好来分享 第二个原因其实就是去年的佛教徒的生死观 因为去年佛教徒的生死观 讲了之后我就发现到地藏经可能还要再讲一次 所以第三个原因其实是究竟 地藏经其实是一部很究竟的法门 那是什么样的究竟法门 其实这三个原因后面我都还会再说 那我在农藏市这边 讲地藏经的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地藏法会 做了一点点的改变 那我们都知道汉传佛教的没落 其实有一个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金灿佛事 那金灿佛事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金是佛陀说的法 灿是祖师依据佛陀说的法 来制成修行的法门 那其实祖师们其实是 因为印度义文化义时空 所以怎么样 不太可能把印度的那一套 完全套到我们汉地来 所以祖师就是又编了一套仪轨 其实是适合我们汉人修行的 其实这个就是金灿佛事 那但是 就是它因为时代种种的原因 所以它有一个原因就是让佛法没落 其实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所以当时候圣言师父其实有一直在强调 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转捩点 如果我们能够让金灿佛事回到它原本的样子 其实法会越多 其实怎么样 汉传佛教就越容易复兴 所以那师父告诉我们 圣言师父告诉我们 法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师父其实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其实法谷山这个道场 它其实是从事一个全面教育工作的佛教团体 它是一个从事全面教育的一个团体 那其实跟佛陀一样 佛陀成佛之后 在恒而两岸 说法度众神 他用的方式就是教育 照理讲 不是只有法谷山这个道场 其实是一个做全面教育工作的佛教团体 应该是所有的团体都应该是在做这件事 那师父其实他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其实我们不是只有举办仪式 我们只是想要借由仪式 你们不用抄啦 PPT都挂上去了 直接download下来就好了啦 你们只要去 如果觉得我讲的有一些上面没有的 你们再把它抄起来就好了 不要浪费时间 仔细听 那师父其实就讲 其实我们只是借由这个仪式来做什么 来改善民俗 来提振人心 来庄严人性 可是它最主要的重点是在进化社会 我们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仪式 来达成关怀社会 来达成每一个人的人品提升 那如果我们法会越多 我们能够让这个法会 回到佛陀原本出世的那个本质 其实这个汉传佛教不就在这边复兴了吗 所以就是因为 其实你看这样的一件事 不就是圣言师父师堂在讲吗 其实法谷山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两句话 提升人品建设净土 其实感觉好像是两句话 其实它是同一件事不同的对象 提升人品 协助所有的众生提升人品 这不是净土的完成吗 是不是 所以其实我们到场在做任何的事情 其实最主要目的就是这件事 师父曾经说过 他不要留下任何的东西 他不要留下任何的东西 他如果真的要留下任何的东西的话 就是只有这句话 所以诸位菩萨 我们的关系应该维持在哪里 就是这一句话 就是这一句话 今天不管是上课 还是法会 其实就为了这件事 法谷山存在的价值 它存在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人间净土 建设人间净土 用什么方法 用提升人品 其实我们做每一件事都是这样 那提升人品 建设净土 它其实要有方法 其实要有修行的方法 所以在教官纲中 一开头 教官纲中是一本 就是明朝偶艺大师写的 他把佛陀一声说的法 浓缩在这五千多个字 佛陀一声说的法 那教官纲中 开头的第一句话 他就这么说了 他说佛主之要 教官而以一 官非教不正 教非官不传 有教无官则忘 有官无教则待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七十方诸佛 还有历代祖师 传给我们佛法的要领 只有两个字 一个就是教官 一个就是什么 一个就是教 一个是官 教就是佛陀说的颜教 还有我们现在文字 甚至现在我这边在讲的 这个都是属于教 那什么叫做官 官法就是实践 对不起 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快 因为我们的PPT有超过六十张 不会太快 我继续用这个速度好不好 所以就是说 就是官其实就是实践 所以佛菩萨 十方诸佛 还有历代祖师 传给我们的修行方法 就是这两个 所以他里面讲得很清楚 他说官 实践的方法 如果没有颜教 佛陀的颜教做基础 这个官不是正官 教 如果你听了这么多的知识 佛学的东西 可是你怎么样 你不会去用它 这个 你就白来上课了 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表格来看 也说有教有官 这就是佛祖之药 佛祖留给我们的什么 最主要的核心 经药 这个就是解形病种 那如果你只有教没有官 你这个教是没有用的 你听那么多课做什么 你没有办法把佛学变学佛 两个字都一模一样 可是你怎么念就不一样了 佛学 佛学要不要 要啊 否则你会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佛学 可是如果你只有佛学 没有学佛 那你干脆就不要来听课了 佛学的重要 佛学是名词 学佛是动词 我们佛学的原因 最主要是要把它变成学佛 学佛的什么 身口意的行为 身口意 清净的行为 那他说 有教无官 这个就是光说不练 你学了这么多 听了这么多 可是你完全不用 这就可惜了 然后呢 没有教的官 这更危险 这个叫 盲修瞎恋 所以这两个怎么样 你都不能怎么样 偏颇 你都不能偏颇 所以要不要来听课 要文诗修 文是第一件事 这是很重要 可是文的重点 是你要去思索它 然后怎么样 要去修它 这才是重点 所以我们要一直往前走 所以在我们的法会里面 其实就把它分为教跟官 所以法苦生的法会 其实有这些特质 一开始其实就是有 把禅修带进去 有诵经 有解义 解义其实就是说法 禅修 诵经 解义 它的重点在哪里 在日用 就是用 用就是变成 什么 学佛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 它的教跟官的运作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说 圣言师父曾经用他的一声 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 佛法这么好 制造的人这么少 我相信师父的这个悲愿 大家都听过 可是他的原文 其实是这三句话 他的原文其实是讲 佛法殊胜 知者不多 用者太少 这三句话 其实是师父写给弟子们的信 其实我们不能够一直停留在 佛法这么好 制造人这么少 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个地方 我们只能说我们对不起师父 师父用他一声 一定让我们知道 佛法这么好 制造的人已经不少了 再下来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去用 我们要去用 佛法殊胜 知者不多 用者太少 所以来到我们这一辈 我们一定要一直加强你们一个概念 要去用 佛法不是用听的 当你听到这个佛法 你会去用的时候 法跟你的生命才整个结合起来 这个法对你才会有用 这个就是从知识变成知见 从佛学变成学佛 当你的生命跟佛法 整个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你的生命就一定会被改造了 什么叫做被改造 这就是提升 这就是提升 懂我意思吗 所以它的运用 是这样子的运用 所以 我正能还是 就是这个地藏法会 已经讲了两年了 我们的法师都问我说 一部地藏经 哪有那么多好讲了 我时常跟我们的法师分享 气礼 说法要气礼 气机 气礼没问题吗 就是我们读资料 什么气礼 可是气机 就是看讲者的用心 现在大家的状况 怎么样转气机 所以 其实 一辈子都讲地藏经 一定都有东西可以讲 一定都有东西可以讲 所以这种不用怕 因为就是看 现在的状况 大家需要什么 这个环境需要什么 因为它最主要的重点 在怎么样 进化 所以只要有人 其实这个法 就会一直讲下去 没有问题 所以 我想 第一件事 其实就是用 就是 在东安寺说法的时候 就是跟大家做一点分享 无非是一直想要 让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来用功 不是只有来诵经 不是有来打坐 诵经打坐 最主要的目的在什么 法师必须要讲给大家听 可是讲给大家听 最主要的重点是什么 是什么 用 对 做用 就是那个日用 这是我们 最想要的 最想要的 大家都能用 我想 这个道场 它存在的一个价值 就发挥了 如果大家都只是来这边 听啊听啊 不会用 那就可惜了 圣贤师父以前 曾经告诉我们 其实就是说 法谷山存在的价值 不是要一直 把大家找回来 是一直要让大家出去 这是什么意思 把大家找回来的原因 是大家回来充电 可是充电 最主要的原因 是要你走出去 你走出去做什么 有你地方 就有人间净土 这样法谷山存在的价值 才真的有办法充分地发挥 而不是把大家 全部都找回来 大家回来 是回来充电 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小电池 可是你一回来 第一个要走出去 走出去哪里 家里 对对对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家里就是你的道场 那你可能 方法用得不是很好 赶快再回来 可是回来的原因 是为了要走出去 是你把你会用 因为你会用 你就是一个净土 只要有你在的地方 都有净土 那如果是这样 我觉得 我相信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 就会变得不一样 所以在这边 让大家知道一下 那我们刚刚讲 第二个 会挑地藏经的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去年讲 佛教徒的生死观 讲了六堂课 所以我们法师问我说 你今年要讲几堂课 四堂就好了 虽然不知道 能不能讲得完 可是不管 就是说 去年讲 佛教徒的生死观的时候 讲到地藏经 我自己讲完之后 就有一点点的 为什么 因为他 中阴生这个部分 需要花太多时间 做说明 可是为了说明 中阴生 地藏经 拉掉了 那时候同一个时期 我在这边 讲 佛教徒的生死观 也在法庆 讲佛教徒的生死观 这边 两个小时 就把地藏经 与中阴生 讲完 礼拜三 然后礼拜六 马上去法庆 讲 总共讲了八个小时 所以那时候 我心里就动了一个念头 如果法库奖长 在邀请我来 今年在邀请我来讲 就没有第二个题目 就是一定要讲地藏经 那为什么 要选择地藏经 然后我自己 在了解这个地藏经的时候 我才发现到一件事 整个地藏法门 整部地藏经 跟我们这一起的生命 是息息相关 我们会来看 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叫做 什么 活好 病好 走好 其实为什么 我后来 在把地藏经 仔细地读之后 我就发现到一件事 哎呀 去年讲了好多部经 在法库奖堂 还没全讲完 我们在讲这部 这个法华 不是 在讲这一个 佛教徒的生殖观的时候 讲了几部经 金刚经 你们说就在这里吗 奥秘陀经 地藏经 心经 法华经 其实还有一部 观影法门 蒲门品 蒲门品 因为蒲门品是讲临终前 比方说止癌症那个部分 癌症那个 陪伴癌症没有别的 就是一个慈悲心陪着走 可是后来 我稍微在读地藏经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一般的信众 不太可能像我们读 这么多部经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一部地藏经就够了 一部地藏经就够了 如果我们能够聊 因为地藏经 等一下后面我们还会讲 地藏经其实是从我们 凡夫一直到成佛 我们从生到死 里面应该怎么修的法门 其实里面都有 里面都有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对 地藏法门稍微能够更了解一下 其实这对我们这一期的生命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说了解地藏经 我们就可以掌握 整个生命的正确观念 还有我们的态度 你们一定会说 法事态度 态度有什么重要 是的 其实修学 其实那个态度就是什么 知见 末法的众生 说真的 我们可能 比方说你们现在可以坐在这边 好好的听课 或者是你们每天都可以送 一部地藏经 可以送 打坐一个小时 打坐坐什么什么 那是每一个人的因缘 可是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 你很多的时间你可以做定课 我没有很多的时间 我每天都要忙 忙我的什么 工作 那这样我是不是在修行 其实不是 末法的众生 修行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的态度 这个态度就是你的观念 这是第一个程式 这个概念 这个政治界 你把握住之后 其实其他的就是怎么样 你这一起生命的因缘 你有什么因缘 你做什么事 人家 一次做定课 可以做两个小时 你一次做定课 只能做两分钟 没关系 没关系 但是人家是用跑的 你可能怎么样 我可能慢慢地走 走一走 还要怎么样 坐下来 没关系 只要我们是依循着 同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就是态度 那个方向就是观念 懂我意思吗 所以不要老是去羡慕人家说 人家一送 两部地藏经 三部地藏经 我每天只能送一瓶 没关系 只要我们都是朝着 同一个方向走 人家用跑的 他身体好 用跑的没关系 我可能长得比较胖一下 我慢慢地走 走一走 我还要坐下来 没关系 因为我们朝着 同一个方向 懂我意思吗 所以末法众生 修行重点在哪里 你的观念 你的观念 你的知见 这就是态度 这才是重点 这个重点 你掌握住了之后 你可能走走 怎么样 坐下来休息 没关系 因为你知道 你是往这个方向走 人家从你旁边跑过去 没关系 人家是飞毛腿 没关系 你不用羡慕 你就用你自己的方式 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有在走 你有在做累积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到 应该再把地藏经 稍微再诠释一下 那第三个原因 就是说 其实 我自己未来的讲课 应该会一直会 会到后来 会以法华为主 法华经 法华经跟教官纲中为主 其实说真的 你讲太多布经 时间有限 不是你不愿意 好好去深入它 而是你的时间 就是有限 所以慢慢地 可以讲很多布经 慢慢地开始 专精 专讲一布经 因为你能够体验得越深刻 讲得越深刻 所真的对信众 是越有益 那如果讲得都太表面的话 其实怎么样 信众不容易 得到更大的利益 所以未来讲经 可能会慢慢慢慢 就会偏到比较深的部分 那我在 我在读法华经 其实我的修行法门 是 观音法门 观音法门到第十二品 就是 佛怎么样 就是教带 观音法门 观世音菩萨 怎么样 就是出来 弘扬地藏法门 你们这一副 好像都没有送过的样子 是吗 第十二品 第十二品 有讲 就是佛陀教带 观世音菩萨 怎么样 要出来弘扬 这个 这个地藏经 那我们虽然 不是观世音菩萨 可是我们是 修观音法门 所以修观音法门的人 一定也会 弘扬地藏经 一定的 今天不管你 修哪一个法门 我告诉你 你到最后 一定会串到地藏 你一定会问 为什么 因为地藏菩萨 发了一个愿 地域不空 事不成佛 那个地域 是什么意思 那个地域 不是指六道的 那个地域 那个地域 地域这两个字 指的是苦难的众生 只要有一个苦难的众生 还没有成佛 地藏菩萨怎么样 绝对不成佛 也就是说 法华经 我们在读法华的时候 发现到 佛陀 把他一生的教法 回归到法华 可是 佛陀 十方诸佛 把他 把所有的 把十方诸佛 发的愿 到后来 全部会归于愿 这一愿 就是地藏经 所讲的什么 地藏菩萨 所讲的什么 地域不空 事不成佛 那个地域 你们千千万万 不能把它想成 是六道的那个地域 那个地域 指的就是 苦难的众生 只要有一个苦难的众生 还没有成佛 地藏菩萨 就不成佛 所以从这边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自己在读法华的时候 其实我就会发现到 佛陀一生说法 所有的教法 全部回归到什么 法华 可是佛陀一生的行法 全部回归到地藏 地藏经 其实是很难得的 其实我们等一下后面还会来讲 地藏经其实是怎么样 他从人 五圣共法 三圣共法 成佛的方法 里面都有讲 他甚至还是告诉你 你身为一个人 是一个基本嘛 那你绝对不能掉到地狱 什么叫做地狱 所以因为你 就像以前 我读地藏经 还没出家前 读地藏经 怎么读都是看到鬼 整部经 不是真的看到鬼啦 你们不要会错误 就是读地藏经 里面都是鬼 所以每次越读越害怕 那就是 没有人讲给我听 可是你们知道吗 我现在读地藏经 我每每读地藏经 我就可以感觉到 为什么 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有一位天台中的法师 叫竞泉法师 竞泉法师 在上面讲地藏经的时候 红衣大师在底下大哭 红衣大师 所以竞泉法师吓了一大跳 他想说他到底讲错了什么 红衣大师的那份大哭 我有一点点可以理解 我有一点点可以理解 就是说 真的可以感觉到说 地藏菩萨的那份悲愿 不得了 真的是不得了 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讲 也就是说 佛陀一生说的方法 可以全部回归到地藏 所以我们说 地藏经 不是只有从人这个基础 告诉我们 你怎么样从 无圣共法 三圣共法 到大圣不共法 到成佛之法 甚至他都告诉你 你绝不能掉到地狱里面去 所以因为不能掉到地狱里面去 所以这个主题带出了一个所谓的临终 中阴 甚至去转身 怎么样不掉到地狱去 一个就是你要活好 如果你没有活好了 你就要病好 如果你病好了 你就要走好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学习这个地藏经 我们来看一下师父怎么说 师父说 地藏菩萨的大慈悲愿 能够解决凡夫众生 生前跟死后的所有的问题 所以提供成佛之前的 所有的修行法门 所以呢 也就是说你可能有很多经 不知道读哪一部经 当你还没选定哪一部经 像我以前是这样 我以前绝对不碰地藏经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你们一定会说 法师你刚刚讲 不是都读经都看到鬼 其实不是的 因为读欧密头经到哪里去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读关于普门品 读药士经到哪里 药师的佛国去 到阿处佛国去 那读地藏经到哪里去 到地狱去 所以那时候有一个 很错误的概念 所以就觉得 地藏经绝对不要读 后来才发现到 啊 真的是不是 圆梅道就是这样嘛 所以你看我们想要用这几次的课程 我希望我能够把它诠释得清楚 地藏菩萨的法门到底是怎么修的 那他这里面他就讲 你看哦 这一部经 除了不让你掉到地狱 这一部经适合任何 应该说这一部经才真的是三根仆贝 而且不止三根仆贝 你有没有修学佛法的人 全部怎么样 一把抓 这一部经 这一部经 我的母亲哦 一辈子信仰外道 我二十二岁出家 她一辈子不学佛 可是我的母亲远远的一看到我 虽然手上还拿着鸭肉 可还不敢让我看 我有一次在金山街上碰到她 她看到我好开心哦 因为我去金山街上 要搭公车到基隆去看我的鸭齿 我在搭公车站牌的时候 正好碰到她 因为我们家住在万里嘛 所以搭同一部车 她说她看到我很开心哦 可是怎么样 她两只手一直背在后面 我想说发生什么事哦 一看才知道 她满鸭肉哦 因为金山最有名的是什么 听说是鸭肉哦 她也很不好意思哦 可是人家她要下车的时候 会赶快把她的东西摆在旁边 就是很恭敬地跟我说一声 阿弥陀佛我要下车了哦 你们知道吗 就因为她这一份恭敬 她已经种下得度的因缘 那个佛教徒的生子观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我的母亲来的 那我们家后来到每年 我母亲 我母亲是农历7月13号往生嘛 我们每年都会聚一次 就是送地藏经 我记得我们家第一次送地藏经的 就都在我们家啦 就请假回家 带着我们家送一部地藏经 然后我每一支箱哦 我们家有三支箱哦 每一支箱我都给他们说法 我们家十几个人这样 我记得我第一次给他们说法 就告诉他们说 阿弥陀佛因为哪一部经得度 就是因为这部经 这部经的哪一句话得度 还指给他们看 所以这个地藏法门说真的 从你没学佛到你又学佛 可能你想要 你没有想要得解脱 有些人学佛没那么快嘛 你跟他讲空 跟他讲无 什么空啊 我现在过得这么好 你跟我讲空无 我不要来了 这个法门里面都有 慢慢的 你慢慢修学 他告诉你怎么样 三身共法 再慢慢的告诉你 成佛的知法 里面都有 我们很少看到一部经 是这么完整的 所以 如果我们可以学习的 这个地藏菩萨的 就修学这个地藏法门 今天不管你哪一个程度 哪一个阶段 你一进来 一定都有你的什么 法门 往上走 一定都有的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学习 地藏菩萨的精神 随分随律 去跟一切众生结缘 去利益一切众生 说真的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 我们就可以活得很快乐 病得很健康 而且老的有希望 这一点我们都会碰到的 所以就是因为这三个原因 所以让我这次开始讲地藏经 那应该说讲地藏法门 而不是讲地藏经 那地藏经其实它有 地藏法门 其实它有三部经 那这三部经从哪里来 我们从大阵藏里面看到 然后我们等一下 就是由它翻译成 放文翻译成汉文的时间 不一样 我们先由早到晚 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地藏法门 第一部经被译出来的 其实它是在 大阵藏里面的第十七册 荆棘部 荆棘部里面有一个 我把它放大 就是第0839经 有一部经叫 沾茶善恶夜暴经 所以我们应该时常有听人家讲 这个叫沾茶 我有一个学生的毕业制作 就是做沾茶 跟民间信仰的 哪里不一样 做得真好 真的真的 我时常跟我的学生讲说 为什么一般的信众 他搞不清楚什么叫正信 是因为民间信仰跟佛法 其实太像了 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就觉得 我只要修学佛法就好 所以他不知道两个的不一样 所以他当时候选这个主题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所以他也要去描 去跟人家拔杯 然后他也要去修这个沾茶法 怎么去转这个 有一个沾茶轮 我不晓得你们知道 他那个怎么去弄 我就用他去看看 哪里不一样 这部经是谁翻译的 这部经是水草 水草的时候 就是天主 就是印度那边 有一个山藏法师 叫做菩提登义的 第二部经 第二部经是什么 我们看到在大正藏第十三册 大吉部 大吉部里面 其实就有两部经 一个就是大胜大吉地藏十轮经 就是我们时常听的十轮经 我们这一次的课程 有很多的资料 会从十轮经里面引用出来 第二个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这两部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十轮经 我们简称十轮经 大胜大吉地藏十轮经 十卷 他是谁印的 其实是三藏法师 玄壮大师 玄壮大师已经是唐朝的人了 水草仙 水唐 第二部经是什么 一样的 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这也是唐朝 四叉难陀 唐朝 就是 余滇国三藏沙门 四叉难陀 一 所以如果我们稍微看一下 整个地藏法门的三部经 其实 哪三部 其实就是 沾茶三恶 夜报经 第二个是什么 十轮经 第三个才是什么 地藏菩萨本愿经 那事实上 师父曾经跟我们说过 在师父的书 师父自己也有讲 讲地藏法门 讲的最多的 介绍最多的 其实是十轮经 跟什么 沾茶三恶 夜报经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为什么我们都送地藏经 为什么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们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些原因 因为这一个法门是怎么样 地藏法门 是今天不管你在哪一个程度 在哪一个阶段 哪一个阶段 你只要一进来 一定马上可以接得上 往上走 有一些人他就觉得 我就是希望我的家里很好 我的小孩能够 不是我的小孩 是你们的小孩 OK 就是家里能够更好 你们小孩能够更乖 他修行 他学佛的重点就是摆在这里 好不好 很好啊 你不能告诉他说 你不好啊 什么你要跟他讲空啊 没有所谓的家里啊 家里都是什么 他会吓到 他现在层次 他就是觉得 我现在就是想把我的家里 因为我来学佛 好好的拜拜佛 怎么样 可以让我家里更好 很好啊 佛陀不舍任何一个众生 他来修这个地藏法门 我可以告诉你 他你看地藏法门 里面一直讲 我们大概在第三堂课 应该是在第三堂课吧 我们会归类一个地藏法门 地藏经里面一直讲 你只要称念地藏菩萨 送这个地藏经 你可以怎么样 来回天上人间 做大国王 有没有 有人想要做大国王啊 有没有 有哦 还真的有哦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到后来 虽然 瞻查三二夜报经 跟十轮经 介绍地藏的法门 比较多 介绍的更多 可是我们之所以 都送这个地藏经的原因 是因为 整部地藏经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它可以让我们 怎么样不堕地狱 而且怎么样离开地狱 而且是怎么样 从人的立场 一直慢慢慢慢建修的 一直到成佛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其实怎么样 这个地藏经 在我们的中国怎么样 和地里面 其实是非常盛行的 非常的盛行 今天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 净土法门也要加修 那就像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今天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 佛陀一生的教法 会归法门 一生的行法 会归地藏 十方诸佛的所有的愿 全部会归于愿 就是这一愿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所以你一定会碰到 一定会碰到 只要你是大圣佛法 大圣的一个行者 你一定会碰到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佛陀为什么要讲这一部经 佛陀不是像我们一样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部经 我告诉你 我还没有神通看说 因为你们想听这一部经 因为我已经 我背课背好了 所以我可以来讲这一部经 还是因为我怎么样 我已经讲了好几次了 所以不太需要背课了 所以我出来讲这一部经 其实佛陀不是的 佛陀讲每一部经 一定有它的动机 一定有它的目的 它不会随随便便乱说 一定有它的因缘 有时候可能是怎么样 弟子发问 绝大部分的经典 都是弟子问 佛陀怎么答 当然也有一些经典 佛陀怎么样 弟子没办法问的 比方说 法华经 奥密头经 这些都是 没办法问的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们 地藏经如果真的要 严格的讲 地藏经也是佛陀自己 把地藏菩萨带出来的 我们上课再来看 他不是来了很多人吗 诸佛菩萨都来了吗 没有人能问 是佛陀谁先讲话的 不是文殊师利先讲话的 那一场要讲 地藏经的时候 十方诸佛不是都来了吗 天龙八部也都来了吗 很多人都来了吗 这时候是谁第一个讲话的 不是弟子 第一个讲话的是佛陀 佛陀故意问这个 文殊师利法王子 法王子 文殊师利是什么 七佛之师 他问佛陀自己开口问 说文殊师利 你看一下 现在来了多少人 有没有 像我们这样 现在来了多少人 我那个点名的 就知道来了多少人 可是佛陀就故意问 这文殊师利菩萨 还更好玩 他回答一个什么 佛陀 以我千节测度 不能得知 他用一千节的时间 来测 现场来多少人 都不知道 佛的回答还更好玩 他讲 我以佛眼光顾 由不尽数 有没有 什么事情佛不知道 可是在地藏经 佛陀居然说 不用翻了 我已经念给你听了 还不错 我有一段时间 在背地藏经 真的 后来地藏经背背 后来觉得 还是回到我的法门去 好了 法华经去了 就是说 这个佛陀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 可是佛陀说 我以佛言光顾 又不尽数 然后佛陀 后面讲一句话 此间是怎么样 地藏菩萨怎么样 久远节来 以度当度为度 以成就为成就 当成就的 所有的众生 谁把地藏菩萨带出来 佛陀啊 佛陀现场的人 怎么问啊 这时候 文殊师利菩萨才说 哎呀佛陀 那地藏菩萨是谁啊 你们又一副好像 没有读过这部经 拜托拜托 请你们回去读一读 好不好 今天既然我们来修这个法门 那第一瓶很精彩的 可是要有人点破 你没有人点破 因为它里面放很多光啊 来很多什么 天龙八部啊 你前面这个六层就 全部带完 你可能都不知道 他在讲什么了 可是他前面是真的很精彩 我们再拉回来 所以说佛陀 讲这部经 有他的动机 有他的目的 那佛陀为什么讲这部经 我们来看一下 佛陀为什么讲这部经 我们稍微把它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 佛陀讲 他有三个动机 然后呢 有两个原因 然后最主要 其实 有两个缘由 然后一个原因 我们稍微把它分为这几个来看 那佛陀为什么 要到 道立天去 我们知道 第一个就是什么 他的母亲 对不对 大家都会说 为他的母亲说法 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经典一打开 地藏经一打开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是 如是我闻 一直佛在哪里 道立天 为母说法 所以这部什么 这部经 不是在人间讲的 有没有 这部经是什么 佛陀生道立天 为他的母亲说法 所以 不是在人间 那事实上佛陀 地藏经是不是佛陀 为母亲说法 不是哦 不是哦 那真的有一部经叫做 佛生道立天 为母说法经 真的有这一部经 那事实上 只是借由佛陀 生道道立天 一个是为他的母亲说法 为什么 为什么佛陀要道道立天去 我们看 正义阿含经 阿含经里面有讲 尸体环音 尸体环音是谁 大凡天王 我们要很感谢大凡天王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佛陀成佛之后 一开始是准备闭嘴 不说话的 为什么 因为佛法圣生圣生 可是佛法圣生圣生 这个大凡天王 尸体环音 他想 不对 我好不容易等到 一尊佛出世 你怎么可以不说法 所以怎么样 他就这样 马上怎么样 来到这个人间 跟佛陀讲 佛陀 你修行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怎么样 要让所有的众生 离苦得乐 你怎么可以不说法 请佛陀一定要出来说法 所以佛陀说法 佛陀就一声说法 怎样 就是四五十年 那其实 就是佛陀即将要入灭的时候 尸体环音又来到人间 屈身必寝 你们有没有来打过 我们农环寺的佛妻 屈身必寝 道廉池 看样子 你们都没有来 这是什么意思 屈身必寝 就是指一刹那间 所以他一刹那间 从这个天上来到人间 然后 头面礼足 再一面坐 他 尸体环音就跟佛陀讲 佛陀啊 如来出世 必当为五世 每一尊佛出世 一定都要完成这五世 这五世什么 第一个 当转法轮 第二个 当度父母 其实这时候佛陀的父亲 净犯王已经往生了 而且佛陀的父亲 正几果 出果 如果我没记错 他是正出果 佛陀父亲正出果 然后令无信的人 立于信地 是的 佛陀一生的说法 有缘的众生怎么样 都已经怎么样 相信了这个佛法 未发菩提心的 另发菩提意 与其中间当受佛觉 可能只有这一句话 大家比较不清楚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就是说 受祭一生补处的菩萨 是的 佛陀也做了 那这五件事里面 只有一件事还没完成 是哪一件事 度他的母亲 有没有 佛陀一出生的时候 七天他的母亲就怎么样 生佛 佛母耶 这福报有多大 所以他怎么样 一把佛陀生下来 他的责任就怎么样 直接到道立天去了 所以他怎么样 也就是说 佛陀其实没有看过他的妈妈 所以他怎么样 一直到他 就是即将要入涅槃的时候 他都没有看过他的妈妈 所以他决定怎么样 又因为这个 四体怀因情罚 所以他就怎么样 就是默然 他也没有告诉四体怀因说 好 他一定会去 他就默然 默然就是 默然默然固 就表示说他同意 就是要怎么样 上升到道立天 去为他的母亲说法 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 第二个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要诸托天人 或许你们会说 为什么要诸托天人 我们来看一下 诸托天人 因为我们知道 佛陀说法 从他成佛之后 一生说法四十几年 四五十年 而且说真的 因为佛法在印度 其实那时候算是新兴宗教 而且佛法 一起来之后 说真的 因为佛陀他是怎么样 实证实修 所以当时候的印度 比方说婆罗门教 各式各样的宗教 来跟佛陀辩论 很多很多 其实都变成佛陀的弟子 比方说 佛陀一成佛 先渡谁 你们一定会说五比丘 五比丘就五个人 不够看 五比丘渡完了 渡谁 当然 在 就是 过程还渡了一个耶色 其实耶色完了渡谁 渡三加色 三加色 三加色都是外道的耶 你们知道吗 这三加色一度进来 一千个弟子了 马上壮大为一千个弟子了 这都是外道 色力佛 目见连 也是外道 也是外道 佛陀因为 实修实证 所以他们当时候就是辩论嘛 所以当时候很多人怎么样 来跟佛陀 因为新兴的宗教嘛 所以他们就辩论 辩书了就当他的弟子 所以我们说一千两百五十个人 其实应该是一千两百五十五个人 还有五个就是那个一开始的五个 所以 其实佛陀一生的说法 其实这些天人怎么样 都是受到这些天人的拥护 这些天人对怎么样 佛陀也有恩 所以佛陀怎么样 知恩报恩 所以他一定要到什么 天上去 再给这些天人说法 这也告诉我们怎么样 我们佛弟子 报恩 知恩报恩这件事 是重要的 佛陀做一个 以身示范给我们看 像我们师父还在的时候 我们在 就是有姻缘在师父旁边的时候 看到我们师父 我们的师父 对于知恩报恩这件事 他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 师父一直到晚年的时候 身体不太行 他那时候还 就是身体不太行 一个一个的列 应该要去谢谢的 他要去感谢 应该要说对不起的 他要去说对不起 最好的身教 就是这样教弟子 然后在这个什么 地藏经里面 如来赞叹品里面 佛陀自己也有讲 他说佛陀就告诉这些护法神们 无灭度后 这个无是指谁 佛陀 佛陀他灭度之后 如等诸菩萨大事 还有什么 即天龙鬼神的 广坐方便 卫护世经 而且怎么样 还要不只是卫护世经 还要令一切众生正涅槃的 佛陀要涅槃了 他一个是去感谢天人 佛陀一生的说法 他们这样的护士 第二件事怎么样 佛陀还要再去怎么样 交代这些 这些怎么样 这些护法神们怎么样 佛陀灭至之后 未来我们修行啊 一定会有一些障碍 所以佛陀要这些护法神 要继续护持怎么样 后代的弟子 后代的众生 就是我们 所以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发了一个利益众生的愿 我们举一个例子 哪一个例子 玄撞大事 我最喜欢讲玄撞大事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玄撞大事当时他决定到印度去取经的时候 他发了一个愿 他说 宁愿怎样 往西一步 往西一步死也不愿意往东一步活 所以他要去印度取经 印度取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怎么样 他要把正确的经典 因为当时候唐朝那个经典 就是有一点点不够完成 所以他其实是不要命的要去取经 当他发这个愿的时候 你知道吗 在纳乱托大学的戒险法师 纳乱托当时候的校长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开一个玩笑 原来当校长的都要读 于且是地论 我们的校长博士论文就是于且是地论 惠敏校长啊 我们开个玩笑这样 你们知道吗 群众大师在这个地方 东土发这个愿 要到印度去取经的时候 在那个同时 戒险法师马上做了一个梦 戒险法师当时候 他是得癌症的 你们知道吗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他得到的是皮肤癌 皮肤癌痒了 很痒很痛苦耶 可是护法神告诉他什么 你一定要等到他来到这里 把所有的于且施地论教他 你此生才可以圆满 你才可以怎么样 入灭 这个戒险法师 我不晓得你们记错 他也是正圣位的人 正圣位的人要入灭很简单啊 可是他怎么样 护法神就告诉他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修行 真的是愿意 就是你动的念头 想的都是为众生 其实你知道吗 谁会比我们更忙 护法神 真的他会比我们更忙 因为我们只要我们的心意念念之对 他会去帮我们做很多的打点 所以在我们出家人 有一句话讲 你根本不要怕没有道粮 就怕你不够用功 你用功 所以道场为什么会有 前兰跟什么 委托 都是护法的嘛 护法的嘛 就是说 就怕你不用功 你用功 绝对不可能没有道粮 因为护法神会怎么样 会帮忙 会帮忙 所以佛陀一定要走一次 就是这个天上去 为什么 再一次去交代这些护法神们 佛陀即使是入灭了 其他的人要怎么样 你们要继续护持 后世的怎么样 所有的众生来修行 所以这个就是 佛陀再去附足一次 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个动机是什么 地藏祭祈 什么叫做地藏祭祈 因为佛陀要怎么样 佛陀要入灭 所以佛陀要怎么样 谁要来接这个责任 地藏菩萨 其实整部地藏经 最主要 你读到第二品就读完了 地藏经 整部地藏经的 最主要的用意 就是在脱钩 不过这等一下 我们后面也会讲 就是佛陀要走了 佛陀要入涅槃了 到底要把这个责任 交给谁 就是交给地藏菩萨 那两番缘由 那两番缘由 第一个是什么 遮破外道 什么叫遮破外道 我们刚刚有讲 因为佛陀怎么样 佛陀当时候 佛教是在 当时候是信心宗教 所以信心宗教 原本的这些 我们称 现在其实不好意思 称人家外道 不过以前是说 他只要不是佛教 我们都称他为外道 我们现在还是暂时先这么讲 因为那时候的外道 没有办法破佛陀 没有办法破佛陀的法 你们知道佛法 为什么在印度灭亡吗 就是因为后来 不是 因为后来的印度 婆罗门教也出现了一个 跟佛陀一样厉害的人 因为他们当时候就是用辩论 你辩输了 你就变成 就是变成来信我的教 所以我们就知道 序佛慧命 很重要一件事 是什么 序佛慧命很重要 其实就是要 谁序佛慧命 出家中 或许你们会说 法师为什么不是我们在家中 我是这样开个玩笑说 你们是 part time的part time的part time 不好意思 因为你们有家庭 有事业 所以怎么样 没有办法全新的投入 可是我们出家中不是 所以序佛慧命 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深重的数值 深重的数值 有够 其实你知道吗 这个法就会一直被延续下去 深重的数值 如果不够的话 所以没办法 所以你看 我记得我以前 刚去出家的时候 师父一直很重视历史这件事 师父都叫我们要读历史 他说从历史 你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整个佛教 未来应该要怎么走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师父为什么那么重视 健身这件事 为什么那么重视 教育这件事 就是说 佛教能够一直 源源不绝 蓄佛慧命往前走 深教育是重要的 可是这个深教育的重点 在哪里 应该是这么说 蓄佛慧命 是以身团为核心 可是 如果只有深团会 如果只有深团会用佛法 你们都不依赖 那佛法也不会传下去 所以它四重都重要 可是如果以稍微 讲核心的话 还是在深重 所以在深重的时候 你们就要多来当义工 你们一定会说 深教义工 我们来当义工 有什么 你们多来当义工 有一些事情 你们可以帮忙分摊 法师们就会多一点时间 可以读一点什么 就是因为一天24小时 就有限 就有限 读经教 深入经教 然后要去精进用功 这是需要时间的 那当时候其实 我们说两番的缘由 一个是遮破外道 为什么 因为外道 没有办法破佛陀 所以外道就开始怎么样 毁谤佛陀 说你看 这个 他们是怎么称佛陀的 是 西达多 渠坛渠坛渠坛 他们就这样 他说讲得那么好 连自己的母亲都度不了 他讲了那么多的法 好像可以度很多人 可是连自己的母亲都度不了 讲那么多做什么 所以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佛陀怎么样 上了一趟道理天 这个 因为他们找不到佛陀的破绽 所以只好用这个破绽来讲 你看他一生讲了这么多 我们地藏经 说真的 这一部经 很重 这个是下次我们会来讲 它很重是小 所以他折破外道 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外道的人 其实就是怎么样 一棒 就是讲 所以佛陀就上去一下 就是讲这个 度了他的母亲 而且 其实佛陀还告诉我们 不是只有度我们现世的母亲 就要像地藏菩萨一样 累世要发愿 救我们生生世世的母亲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那再下来是什么 示范地址 示范地址什么 也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下离拜还会再讲 示范地址什么 佛陀到 到那一天去救度他的 就是去说法给他的母亲听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后世 不是出家了就无家了 当然有一段时间你好好的 就是修学佛法不是就不要你的父母亲 尤其是在我们中国 因为我们出家嘛 就离开了家庭嘛 所以总是会感觉到说 这是一个不孝 中国人说不孝友善嘛 身体罚哪三啊 受制父母 第二个咧 不敢伪杀 然后咧 反正还有一个是什么 对 无后伪大 所以就是觉得说出家人 这三个都没有做到 其实不是的 不是的 像最近我们有一个法师 因为你们知道吗 我9月10月是在高雄上课 讲法华经 我就碰到我们一个法师请假 回去照顾他的爸爸 因为家里怎么样 家里可能没有人能够照顾 这个法师又只有正好这个背景 所以不是大家想象的 一出家就不能跟家里的人在一起了 没这回事 也说没有什么事情 你就好好的在道场里面用功 圣言师父曾经一而再 再而三地告诉我们 你们出家了 可是你们父母亲没有人照顾的时候 还是要回去照顾 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 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也是为了给后世的一个弟子们知道 其实笑这件事 我们说我们要行菩萨道 你如果连这个笑你都做不到了 你怎么行菩萨道 我们说每一个人家体都有两尊佛 你那两尊佛 我以前都时常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大家都来道场很喜欢当香灯 给佛陀摸摸手 给佛陀怎么样供个水 给佛陀擦擦背 大家都好开心 你们家有两尊佛 你多久没给你家那两尊佛供个水 喝个茶 多久没给你家的那两尊佛摸摸他的手 牵着他的手 你多久没有给你们家那两尊佛擦擦他的背 一样的耶 一样的耶 所以其实佛法佛教非常非常重视笑这件事 他非常重视笑 整部地藏经其实第一个单元 第二个单元 应该说第二个单元就在讲笑 所以你想要活得好 反正我们就是一起来学地藏经 然后他已经一直在告诉我 老师你来不及了啦 然后再来是什么 嘱托地藏 其实整部地藏经的重点就是 佛陀跑到道立天去怎么样 讲这部地藏经 重点就是这件事 这件什么事 脱骨啊 为什么 佛陀已经要入灭了 佛陀要入灭了 那从佛陀入灭之后到下一尊佛 弥勒菩萨出世 你们知道这中间有多长的时间吗 那这些众生到底要交给谁 到底要交给谁 所以其实不只是在分身集会品 第二品 我们说地藏经他的真正的目的 佛陀讲地藏经真正的目的就在第二品 就是把所有的众生全部怎么样 托给怎么样 地藏菩萨 那为什么是托给地藏菩萨 都跟地藏菩萨一次一次的发愿有关系 这个我们下个礼拜 会来把整个经文做一个表格让大家看 你看佛陀跟地藏菩萨讲 无关无累劫 就是佛陀跟地藏菩萨两个人的绘画 所以你看 这个佛陀累劫勤苦 度脱这些难化刚强最苦的众生 有未调伏者 随夜报应 若堕恶趣 受大苦时 他就开始跟这个地藏菩萨讲 你要意念 无在刀立天空 殷勤富足 这就好像一个爸爸要往生一样 可是他的儿子还这么小 所以他要把这个小孩偷给谁 哥哥如果大一点 就偷给哥哥姐姐 或者是多给什么 叔叔伯伯 所以你们知道吗 临终关怀做的最好的人是谁 佛陀 是呀 是佛陀 佛陀他要走了 所以他要先全部打点好 全部打点好 其实我们回去看阿罕经 我们现在讲的临终 从临终的祝念什么 我告诉你 在阿罕经里面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我们这次上课应该都会讲到 你看他就 佛陀非常的殷切 附主谁 地藏菩萨 他告诉地藏菩萨说 你要令梭婆世界 自弥勒出世以来的所有众生 这么长时间的众生 你要想办法让这些众生 都能够得解脱 而且永离诸苦 遇佛受祭 有没有 你们知道吗 地藏菩萨听到这里的时候 眼泪就掉下来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要掉下来 是说 哦不要 其实不是哦 我们在读那个经文 说真的非常的感动 我只能告诉你们 那个一来一回 佛陀对我们 下个礼拜我们还会讲 我们注意地来看经文 佛陀是怎么 佛陀就是把我们看成是他的儿子 那个里面的经文 就是写得这么清楚 他现在要走了 可是到底要交给谁 为什么不是交给文殊师利菩萨 为什么不是交给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不是交给普贤菩萨 居然是交给地藏菩萨 为什么 所以其实佛陀 最重要的 他其实讲这部经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嘱托地藏 没有别的 他要地藏菩萨 一定要记住 记住什么 其实这些众生 你都要好好的照顾好 再来我们来讲一下 本经在佛教中的地位 我们时常讲 很多人一看到地藏经 第一个想法就是什么 这都在讲英国 这是属于列为小圣 要么这里面都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全部列到密教 也有人把地藏经列到密教部 可是呢 说真的 佛陀说的法 没有所谓的高低大小之分 佛说的法是一味的 是一味的 但是因为我们众生的根气不一样 我们众生的程度不一样 所以佛陀才开展出 这么多的法门 法门没有所谓的 你看我修地藏法门 我比较厉害 你看你看你才修什么什么的法门 你比较不厉害 没这回事 气机 气里气机 对药 我们说吃药嘛 我们两个同时都是感冒 可是怎么样 一个人喝开水就好了 一个人可能要去看医生 你没有说 喝开水的比较厉害 看医生吃药的比较 没有 是因为药能够对症 这才是重点 所以其实没有所谓的高跟低这件事 但是因为众生的根气有根顿 有力顿 然后愿力有深浅 所以佛法也会被分为 稍微有一点分 小圣跟大圣这样的一个区别 但是智者大师 奇怪怎么都跑出来了 没有一个一个出来 智者大师把佛陀一生的说法 判为五十八教 那这五十八教 我们讲五十就好了 所谓的五十 就是佛陀一开始说法的时候 五十没这么简单 五十有所谓的通别五十 可是我们大概讲一下 佛陀一开始成佛的时候 他讲什么 华言 为什么先讲华言 因为佛陀一开始成佛的时候 他好开心 为什么开心 就是享受在那个成佛的喜乐 好 现在要出来说法 他一起看 要跟谁说法 所以他就先 一看 那些剩下临门一脚的四十一位菩萨 这个四十一位 这个四十一位不是说四十一个人 四十一位菩萨叫四十一位 不是 这是他们整个大神菩萨修行的一个阶位 进入到第四十一位的时候 后面的这些 总的 从你 就是 一直到成佛的一个阶位 总共有五十二个阶位 进入到第四十一位的时候 后面的这些八地以上的菩萨 只剩临门一脚 所以佛陀怎么样 说法的时间有限 这四身一定有身有灭 所以怎么样 先让这一群人 成佛去了 结果这群人成佛去了之后怎么样 这个华言经讲到后来 舍利佛尊者出现了 声闻众出现了 听没了 如龙如雅 这么好的法 如龙如雅 智慧第一的舍利佛 听没了 所以佛陀怎么样 为什么听没了 因为想的不一样 所以佛陀开始 回过头来讲什么 阿寒 什么叫阿寒 就在讲我们身心的 无韵世界 这些人就觉得 这世界苦啊 苦啊 苦啊 佛陀就说 好你吃药就可以不苦了 就是这样 然后阿寒怎么样 再来讲方等 什么叫方等 方等就是 事实的法都说 他要让这些 就是吃阿寒药的人 知道说 其实佛陀出世 不是为了 只是让你们 离苦得乐 佛陀出世 是为了 让所有的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他方等 开始在比对 小圣跟大圣的法 所以让这些 原本修学法 小圣的法 开始怎么样 慈小慕大 哎呀 这时候 维摩金出现了 维摩金不是 骂得很厉害吗 你们这些人 骄牙败种啊 有没有 就是开始骂 那些小圣的人 所以让小圣的人 开始起起一份心 我要修学大圣 可是 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心 怎么样 你根本没办法修啦 为什么 所以他开始讲波仁 波仁就是去敏 连你有一个 要成佛的心 都给你怎么样 敏掉 你才有可能 真正进入到法华 法华涅槃史 你们知道吗 在这个清朝的时候 出了一个法师 叫清廉法师 他研究这个地藏经 他就说 其实地藏经 应该要判在 法华涅槃史 他用涅槃经的五位 乳酪 生疏 熟疏 醍醐 乳这个位是怎么样 最原汁原位 所以他稍微判了一下 这个 他觉得地藏经 应该是在体五位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部地藏经 其实怎么样 他算是在法华涅槃史 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从他的时间点 也可以来看 在这个称佛名号评里面 他就说 地藏 佛就告诉这个地藏菩萨说 如今欲心慈悲 就把一切罪苦 留到众生 眼不失忆 今正事实 唯当述说 无极涅槃 其实 我们从佛陀一生说的法 可以发现到 佛陀讲完法华经之后 上圣道立天 讲完地藏经完之后 下来 涅槃经入灭 顺序是这样 顺序是这样 那如果我们要来看一下 地藏经的书生 说真的 我原本列了十个书生 后来想一想 一张PPT挤不进去 我们稍微列一下就好了 有讲这部地藏经的时候 无量诸佛来集 各位请问你们读经典 哪一部经典是无量诸佛现身在现前的 法华经是多宝如来 多宝如来 宝塔现前 他为了听 多宝如来只有一尊 他是无量诸佛现前 你们或许会说法师 欧密头经 No 欧密头经他们是在他们的佛果 出广长折像 正名佛陀讲的 哪一部经 佛陀说法的时候 十方诸佛来到现场 谁 对呀 就是地藏经 他们为什么要来到现场 他们要来证明 因为他们都是什么 地藏菩萨度的 所以他们要来证明 这件事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 佛说法的时候 当然有很多部经典 或许有 我读的经没那么多 可是我看到地藏经 看到这一点 我很压抑 以我读没有几本的经典里面 我看到诸佛现前来听佛陀 他们为什么要现前 来听佛陀讲地藏经 他们一定要现前 因为他们要来作证 那当然 佛陀也召集 所有的菩萨 诸佛菩萨 鬼神齐聚一堂 你知道他们召集 他们齐聚一堂做什么 讨论我们凡夫的事 然后上面没有一个凡夫 没有我们 俗佛世界的众生 没有 他们在讨论我们的事 讨论我们什么事 佛陀要入灭了 怎么样去让每一个人 只要他有一微尘 一好的善 都要想办法 让这一个人怎么样 全部杜脱 所以里面不是有很多诸神鬼吗 他们不是讲吗 佛陀 其实我们是要利益这些众生的 可是这些众生 怎样怎样怎样 有没有 他们开始讨论我们的事了 可是我们都不在现场 我们都没有现前 然后第二个 三次放光 佛陀说法 一开始就放光 很少在整部经里面 一放光 再放光 再放光 佛陀三次放光 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一品 第六品 第十二品 再来 这部经就是脱孤的经典 在第二品跟第十三品都是 再来是什么 孝经 这部经非常重视孝道 这第一品跟第四品都有 人天因果经其实闪在各个地方 再来是什么 这一部经 善男子善女人 必尽成佛 有没有 讲到必尽成佛 这就是什么 法华的思想 甚至不是只有善男子善女人 必尽成佛 还有什么 在整部地藏经里面 佛陀还给这些什么 鬼王什么 受祭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到 你们都一副 有吗 反正没关系我们会出作业 其实如果要讲 还有很多 还有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不管如何 其实这部经 前面第一个段落讲出这样的经 无非是要让大家什么 深信 希望 讲了 一个小时了 希望大家都有深信 刚刚前半段 我们先把应该要交代的交代 也是让大家先对 成佛地藏经 有一个概念 有一个概念 那再下来 我们就要很正式地进入 所谓的试题 试题 什么叫试题 就是试经题 那为什么要试经题 应顺长老 当代的一个佛学大师 应顺长老 在他的《波尔经讲记》 他就讲了 他说一经的名称 是能够含色全经的大义 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祖师们的 说真的 祖师们的 有智慧的地方 他们在取一经的名字 说真的 那不是乱取的 如果我们能够把 那一经的名字搞清楚了 其实这部经大概也懂了 他大概在讲什么 所以 一经的名字 能够含色全经的大义 或者是怎么样 只是一经的经要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那地藏菩萨本愿经 这个经 这个经的名字 是怎么来的 而且他的名字 就是我们要来解释一下 那每一部经 它到底叫什么名字 这部经的经名 叫什么名字 其实有时候在经典里面 佛陀自己会讲 佛陀自己会讲 那在地藏经里面 好像我们修观音法门的 也是观音法门的 那个 此大悲咒 千守经 千守经讲到后来 佛陀自己也有讲 这部经的名字 应该叫什么经 自己也讲 那同样的在 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 在他的卷六 在他的第六品 如来赞叹品六的时候 他也有讲 他说 佛告普广啊 他说此经有三名 一名地藏本愿 一名地藏本行 一名地藏本势力经 其实这部地藏经 可以有这三个名称 那为什么古德 其实他就是怎么样 就是取本愿这个名字 其实我们知道 地藏菩萨之所以 成为地藏菩萨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什么 愿力 我们说 菩萨有四个德 四德 大志 大悲 大恨 大愿 就是四尊菩萨 其中地藏菩萨代表的是什么 大愿 大愿 地藏菩萨 那其实古德里面 也是告诉我们 愿 其实我们说 地藏菩萨成为地藏菩萨 就是因为他愿力的伟大 那我们修学佛法里面 也时常在讲性愿行 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是以愿为中心 所以你看 这个愿 古德又这样告诉我们 由愿起行 由行得利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 你取本愿 就包含本行跟本势力经 所以 我们方向上有一句话 有愿就有利 有没有听过 有吗 下次看到方向上 应该跟他讲 方向上 愿跟利中间还要有一个行 如果你没有行 是不可能有利的 有愿 这个愿就是要让你去行 你行了之后 那个利才会出来 那个利才会出来 所以古德们他用什么 本愿最主要原因 就是他已经包含了 本行跟本势力经 而且你看 他这部经 原始菩萨久远皆来 发大众愿 利益众生 事故如等 依愿流布 有没有发现到 大家凭着这个愿来流布 这一部经 所以学佛的人 其实都应该要利愿 诸佛菩萨在因地 他之所以可以成佛的原因 就是因为 每一个人都发愿 每一个人都发愿 而且都发愿什么 成佛 所以大圣行者 能够去向这个佛果 庄严这个佛果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愿 那在这个 地藏十轮经里面 他讲了一句话 这句话我觉得好感动 地藏十轮经 他说 我今学士尊 发如是大愿 当于此会堵 得无上菩提 我不知道 你们看到这句话 有没有感觉 我是很有感觉 为什么 我自己在读 法华经的时候 佛陀 前半段佛陀在给 所有的声闻弟子 授记 授记之后 佛陀问所有的声闻弟子 法华经好不好 大家都说很好 那有没有人 要留在娑婆世界 来弘扬这部法华经 你们知道吗 刚刚授记的那些人 全部跑光了 那你们一定会说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 娑婆世界 因为在五卓二世 众生怎么样 难挑 难辅 我们看我们自己就好了 所以他们觉得怎么样 他们的功夫不够 所以都到其他的佛国去了 所以有时候 经典稍微读一下 就会发现到 就会很感动我们的佛陀 我们的佛陀 愿意在这个 说佛世界来成佛 愿意在这个 五卓会图里面来成佛 如果没有他这么的 这么的精进 悲愿心这么深切 愿意来这边成佛 我们不晓得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你来看 我们从法华经看到 所有的在娑婆世界 被佛陀授记成佛的 这一群人 全部都跑到 其他的地方去 要去弘扬这部法华经 所以再回过头来看到 这一个 地藏十论经的时候 就看到地藏菩萨的 那一份怎么样 他说 地藏菩萨就说 我今天学佛陀啊 我要发如是大愿 在这个会图 得无上菩提 我们不要讲什么 我们就问大家一件事 大家修行 是不是赶快离开这里 去到另外一个净土啊 还点头 还点头 圣言师父告诉我们 什么 你如果今天要去到 另外一个净土 好不好 很好 很好 我们赞叹 可是你在娑婆世界 没有先建设人间净土 你是不可能去得到 到那个地方的 所以你要去净土 麻烦你先花一点力气 一起来建设人间净土 这个是因 你有这个因 才有可能有那个果啊 如果你只是说 我每天想我要去人间 去西方极乐世界好了 拼命念佛 拼命念佛 想着就是去那边 你是去不了的啦 如果你在娑婆世界 没有那个建设人间净土的概念 不可能去得 因为西方极乐是一个 纯大圣的一个佛国净土 什么叫做大圣 大圣的行则是怎么样 悲心特切 不忍众生苦啊 不可能你自己躲在一个好的地方 然后怎么样 这些人苦哈哈的 你不管 不可能 所以你在娑婆世界 如果没有培养这一份心 这份菩提心 很难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净土三经 不管哪一部经 亲因缘 所谓的亲因缘 就是主要的因缘 都是发菩提心 发什么菩提心 让众坤离苦得乐的心 大家想一下 这不就跟地藏菩萨一样吗 是不是 是不是 一样的啦 所以也就是说 学佛的人 第一件事怎么样 先立愿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来试题 第一件事叫做 我们要来讲 地藏菩萨 今天把这四个字讲完 什么叫做菩萨 我们先从菩萨这两个字来讲 菩萨其实是通明 比方说 文殊师利菩萨 普贤菩萨 观世音菩萨 我们都可以称他为菩萨 其实不是只有这些大菩萨 可以称为菩萨 圣言师父告诉我们 一切发心 学佛的人 都可以称为菩萨 只不过你学佛有生前 所以菩萨这个名字 是大圣佛教徒的通称 我记得上个礼拜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有一位大陆来的法师 就是同一个班级 他就问我们一个问题 他说我们在大陆 他们都不叫菩萨 都叫居士 他说他也没有看过 哪一个道场 称他们的菩萨为菩萨 为什么法谷山 就是居士都称菩萨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去过 其他的道场晃啊晃啊 其他的道场也叫菩萨吗 真的 我不知道 应该是没有 或许已经有人有了 也有 其实应该说 师父当时候 把法谷山体系的 所有的菩萨 全部都称为菩萨的原因 就是提醒自己要怎么样 做一个菩萨 那我们这个菩萨 叫什么菩萨 阴行菩萨 我们都还是婴儿菩萨 可是婴儿总是会长大嘛 对不对 我们慢慢学慢慢整大 就是用菩萨来提醒自己 我们是一个大圣 发大圣菩萨的什么 菩提心的一个行者 我们要修菩萨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圣言师父怎么讲 菩萨这个字 他说如果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走 这个人就是菩萨 往什么方向走 也就是说 对自己 用智慧来化解烦恼 智慧来化解烦恼 一个会用智慧来化解烦恼 让你没有烦恼的人 这不就是提升了吗 提升人品 然后对他人用慈悲 来救济他的苦难 想办法让众生 都能够离苦得乐 其实最究竟的离苦得乐 就是让他自己提升 没有烦恼 如果可以这样 有智慧的人心中不起烦恼 有慈悲的人心中没有敌人 师父说 如果能够以这个方向 能够做到这两点 你们一定会说 法师那我们都做不到 我们就不是菩萨 其实不是 不要误会师父的意思 师父说 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的 我们都可以 就都通称为菩萨 让自己不起烦恼 也不要让别人起烦恼 我记得我们以前刚来出家的时候 我们时常问师父 师父 我怎么知道我的修行有没有进步 我们师父后来说 就用一件事来检核 你起烦恼的时间 有没有越来越短 一看 好像有 师父说 还不行 你要看 你旁边的人 起烦恼的时间 有没有越来越短 你不起烦恼 你不起烦恼 旁边的人都因为你起烦恼 慈悲跟智慧是一体的两面 不可能你没起烦恼 然后旁边的人都因为你而起烦恼 这个智慧不是真正的智慧 你没有起烦恼 你也让旁边的人都没起烦恼 这就是智慧 你没起烦恼是智慧 他没起烦恼 他也是智慧 你不让他起烦恼 这是慈悲 一体的两面 所以你没有看自己 修行有没有进步 你先看看 你家里的人 有没有因为你而起烦恼 你有没有因为你家里的人 而起烦恼 如果你没有因为你家里的人 起烦恼 起烦恼的时间 就是间隔越来越长 然后怎么样 起烦恼的时间越来越短 就表示你的修行 有用上功夫了 但是如果你家里的人 因为你学佛 他们苦恼不已 那我们可能就要坐下来谈一谈 你的方法是怎么用的 那接下来是怎么样 我们要来看一下地 我们刚刚讲菩萨 菩萨比较好解释 就是大圣佛教徒的通称 都称为菩萨 那我们再来要解释地 那什么叫做地 地其实就是大地 大地其实也是我们的心地 那我们来看一下地 有这几个功能 第一个它能够生长 你看我们所有的东西 几乎都是从什么 地里面怎么样 长出来的 有没有 我们吃的种种 所以我们说 什么落土归根 落叶归根 我们说我们人也是什么 泥土做的 你一定会说 法师我们哪是泥土做的 因为你吃的东西都是什么 从土里长出来的 我们说地怎么样 它能够生长 地能够包容 为什么能够包容 你看我们把不好的东西丢给它 它怎么样 全部接受 我们走在路上 你看我们踩在地上 它没有说 你怎么可以踩在我身上 所以地那个包容量大 地它能够负载万物 你看我们都在哪里 地上 都在地在生存 所以地有这几个功能 可是如果我们要把地的功能 讲得更清楚 可以从地藏十轮经来看 地藏十轮经 它举了四个 地藏菩萨的一个 一个什么 应该是说 它的德 它的四德 第一个 善男子 此善男子 就是讲谁 地藏菩萨 曾于过去 无量无数大劫 于无量佛世界 他怎么样 发大精进 兼顾世愿 他的世愿是什么 由此愿力 他的愿是什么 他想要去成熟 所有的一切友情 什么叫做成熟诸友情 友情就是指我们众生 他希望我们所有的众生 都可以怎么样 离苦得乐 都可以成佛道 所以你们发现到 地藏菩萨 他没有想到他自己 他没有想到 他修行第一件事 不是想说 我要先成佛 没有 我要先让我自己怎么样 没有 你看他发的愿 他希望所有的众生 就是让众生成熟友情苦 他没有想到他自己 这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那第二件事我们来看 就是地藏 这个地 它能够扑持一切种子 就是这个地 能够生出所有的东西 这个叫做生长德 那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所有的众生 其实怎么样 在这个大地 能够生长我们的什么 法身灰命 因为怎么样 就是地藏菩萨教化我们 让佛水 就是以这个法水 去起足我们的什么 心垢 而让我们众生的法身灰命 可以一直增长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 地藏菩萨怎么样 他说这个地 就像大地一样 一切种子 山木 就是 就是所有的东西 都是地怎么样 依这个地而生长 就像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是地藏菩萨 常以怎么样 这些法 四色法 六度 或者是 三十七道柄 种种 来教化我们 我们所有的众生 就是依着地藏菩萨 这样子怎么样 来依止 来修行 这个地藏菩萨 这个大地 就是让众生 能够做依止 就像地藏菩萨一样 那最后一个 其实是怎么样 这个地 其实这个 这个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地藏经里面 在第二品 跟第十三品里面 佛陀跟地藏菩萨 就讲了 佛陀把我们所有的众生 交给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怎么跟佛陀讲 我愿世尊 不以为律 为什么不以为律 未来世中 如果有善男子 善女人 在佛法之中 只有那么一念的恭敬 那么一点点 甚至在地藏经里面 告诉我们 一杀一成 一毫 一点点 所以他说 他一定以百千方便 度脱世人 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 这一个人只要跟 就是佛 没有办法度无缘的人 所以这个人 我就实际上 举我母亲的例子 给你们听 我母亲 没有学佛 可是她看到 三宝的这个形象 她非常恭敬 我们在讲 佛教徒的生子观 我一定有讲给你们听 我的母亲 就是 我哥哥叫我回去 我哥哥叫我回去 我母亲 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 站着直直的 跟我说一声 奥密陀佛 很恭敬 给我鞠躬 然后这句奥密陀佛 完了之后 全部都在讲什么 以前我爸爸 怎么对待他 我阿嬷 怎么对待他 大家是怎么对待他 所以他边讲 我就边在那边 持大悲咒 然后就看着他 这样子 没办法 你不能跑掉 可是你不管 你让他 看到这个形象 他有一点点的恭敬 你们知道吗 他跟三宝的缘 结起来了 他已经种下 那个 得度的因缘了 你们知道吗 所以你们知道吗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当 小地藏菩萨 我们不要说 大地藏菩萨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当地藏菩萨 的左右手 为什么 今天家里的人 要去玩 来 哪里玩 反正玩都要出去 来我们农产寺好了 你让他有因缘 看到三宝的形象 有因缘 踏到这块三宝地 你们知道吗 得度的因缘 就解下来了 最怕的是 没有那个缘 你不见得一定要跟他 说什么法 因为他因缘不到 因缘不到 他喜欢玩 你就带他 哎呀 我们去阳明山 顺道来一下农寒寺 就是这样一点方便 想办法 让他跟三宝 有一点点的缘 这个缘只要一解下来 他已经种下 得度的因缘了 已经种下来了 所以我们说 一个家庭怎么样报恩 报恩不是让他吃好的 用好的 当然这也是 最大的报恩 我们下个礼拜会讲 其实怎么样 连此大师讲 就是 下礼拜再讲好了 就是 否则讲 已经来不及了 不能再讲了 就是说我们 让他跟三宝只要有一点点的缘 其实他就种下得度的因缘 再下来地上菩萨 会想办法 这个缘 一接上来 地上菩萨会想办法去度化他 最怕的是 连那个缘都没有 佛不度无缘人 佛什么不能 就是跟他没有缘的人 不行 所以那个缘 有时候要 像我们这样 就是当地上菩萨的 左右手 我们可能 不太会说什么法 没关系吗 我们来农寒寺吗 来吃一顿树灾 我告诉你 缘也结下来了 你这个笑好像不太认同 你们没看到他笑的表情 你不相信我的话吗 相信 好 就是我们都要去做 因为这是地上菩萨发的愿 你只要有一点点的好 他一定想办法来救度你 为什么 因为这是他承诺佛陀的 这是他发的大愿 这是他承诺佛陀的 没有人有办法像他这样 所以这个叫做负债德 所以 就是古代 我们应该这么说 地上菩萨为了救度我们这些众生 说真的他一手包办 佛陀把弥勒出世 以前的众生全部交给他 所以你看他 一肩扛起 这就让我们 以前师父也是这样这么讲 古德也是这样这么讲 欲为诸佛的龙像 先做众生的牛马 真的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是的 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形容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们再来看地 我们说地 你们知道吗 地有一个功能 这只有地才有办法 水 我们说修行 其实就是用我们的什么 地水火风空事 这个都可以 可是着力点最清楚的是什么 地 我们说水它是清净的 水是清净的 水是怎么样 大海不容死失 你只要有脏的东西在里面 它会怎么样 一直给你赶到岸上 大海不容死失 只要有脏的东西 因为水它是清净的 你脏的东西在里面 它一定想办法把你推到最边边去 或是 它让你沉到底下 它把你推到边边去 碰到什么 沙滩一样是地 有没有 沉到底下是什么 也是地 所以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知道 地 以前师父曾经跟我们说过 水 再怎么脏 再怎么脏 再怎么有毒 水只要入土三寸 就变成是清净的 它就会变成没毒了 当然你们一定会说 法师现在所有的土地都是毒 都是农药 我指的不是这个 就是以前 师父那个年代 师父就告诉我们 再怎么有毒的水 它入地 三寸 这个水一定会被净化 你们知道吗 只有大地有这个功能 地有这个转化的功能 只有大地才有办法转这个污染为清净 化腐朽为生气 只有地才有办法做得到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你看哦 我们本来都是凡夫哦 可是佛陀把我们交给他 他就是要必须把我们转什么 转成清净 所以你们知道吗 所有的修行法门里面 地藏法门 其实算是什么 算是最不容易修的啦 我只能这么说啦 以前师父说 一定观音法门修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才会讲这个地藏法门 可是我相信也不见得啦 不过以前师父他是 他是这么讲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地他会化腐朽为生气 就可以知道说 地的那个功德力有多大 那什么叫做地藏 我们刚刚讲地 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新地 地藏 就是地里藏的宝藏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存着一个宝藏 那地里存着什么宝藏 你看我们把 脏的啊烂的的不好的东西 全部都丢给大地 可是大地他会怎么样 他会转化 丢给他不好的东西 他全部都怎么样 全部都长得是好的 全部长得是好的 那我们说地藏地藏 地里面藏的宝藏 藏的什么宝藏 就像我们每一个心 就像地藏 我们说那个地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存着一个什么宝藏 其实整个佛法的修行 最重要就是这一个心字 我们说离法 所谓的法不离心 心外无法 我们时常讲 你到底是不是正性的 你一直往外求 那个都是什么 心外求法 不是真正的佛法 所谓的真正的佛法 佛法是往内的 所以在佛法里面 我们说有五名佛法又称为什么 内学 内学的原因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起信论》里面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心生则种种法生 心灭则种种法灭 所以学佛修行 第一件事最重要就是你的心地 你的心地 所以在我们禅宗里面 我们禅宗讲明心见性 立地成佛 达摩西来一字 全凭心地用功夫 我们现在已经从外面 拉到里面 在那眼睛里面 也有一个故事 那眼睛里面 有一个磁地菩萨 因为那个皮色如来要来 他想要把那个道路填平 结果皮色如来来的时候 路还没有平 这个皮色如来 就摸着他的善男子 你不用去填外面那个平 那个地 你的心能够平了 这个世界一切皆平 这是在告诉我们 这个地怎么平 你要从你自己的心改造起 你看哦 我们繁复众生 看这个世界 五着二四 有没有 坑坑洞洞的 高高低低的 佛陀说 这是我的佛果净土 有没有 我们在经典里面看 佛陀用他的手指 一触大地怎么样 大地怎么样 全部都变什么 平地流离啊 为什么在同样一个地方 你看的是这样 我看的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心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世界是不一样 所以地怎么平 你的心要先平 如果你的心 没有办法改造 你这个心地未清净 你想要把外在的世界 填平 庄严 填平到很庄严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修行很重要的 这个地藏 讲的就是我们心里 藏的保障 藏的保障 所以我们修学佛法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从心去下功夫 那我们的心 怎么下功夫 从这个地藏两个字 从这个地里面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 地它有包容 地它有转换 那我们怎么修 用什么方法 我很喜欢这句话 这句话叫做 高高三鼎立 深深海底行 它有好几个比喻 一种比喻说 高高三鼎立 可是你要开始走 要从哪里开始走 滴滴 海底开始慢慢走上来 可是它这句话 在告诉我们什么 高高三鼎立 在最高的那一点 上面是什么 地 是不是 山是不是也是地 是啊 深深海底行 最深的海底是什么 也是地 所以你们能不能发现到 有没有所谓的高跟低 有没有所谓的高跟低 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心 能够平 第一件事 我们要让我们自己 少分别 分别心不要那么重 是不是 我已经从观念 转到方法来了 观念转到方法来了 我们就用这句话来讲 高高三鼎立 低低海底行 最高的是什么 地 最低的 最深的也是什么 也是地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对于地藏菩萨来讲 其实怎么样 一视同仁 我们可能没办法 因为我们是凡夫 可是我们尽可能 你要把你的心平 很重要就是你的差别向 不要落差太大 不要落差太大 当然这还是要有方法 什么样的方法 包容 很多很多都可以讲 这个地很多可以讲 从这个地方 我就想要再转到一个地方 就是圣言法师所讲的 大地观 这个大地 对我们这么有恩 可是我们是怎么对待大地的 我们是怎么对待大地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很喜欢这张照片 这是我们能众法师的什么 去潮山的照片 礼拜大地 师父怎么告诉我们 圣言师父说 大地 他说 其实这个大地 就是我们的地球 我们生长的环境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 这个大地 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 从一出生到死亡为止 应该说 一出生之后 呱呱坠地 就是代表着 我们就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从出生到死亡 都是在这个地上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个大地上 没有这个大地 我们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因此 大地 是我们最大的恩人 大地 对我们的恩德 我们是没有办法 说明跟比喻的 但是我们怎么对待大地 大地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德 我们怎么 怎么去对大地 我们是用什么态度来 来 来 对待大地的 师父讲了一句话 师父说 我们根本就是恩将仇报 什么叫做恩将仇报 就是大地对我们这么好 给我们这么多的资源 可是我们却 做了这么多的垃圾 丢给大地 我们从大地取了所有的资源 然后变成脏的东西 又还给大地 可是大地怎么样 他又可以把这些脏的东西 转化又变成好的 很多人说大地会反复 圣言师父说 这是不可能的 这句话是不公平的 大地是不可能 把我们当成是仇人 来保护父我们 那我们 我们总是学佛的人 总是希望能够去体验佛菩萨 圣言师父告诉我们 我们的心 是不是可以跟佛菩萨相应 其实这要 从哪一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平常我们对大地的什么 体验 如果我们平常对大地的体验 没有办法的话 其实说真的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体验到佛菩萨的 因为佛菩萨的心就像大地 一样 所以很多人只知道要拜佛菩萨 其实师父说 你只要能够体会到大地的精神 大地的恩德 大地的功能 就可以体会 体会到大地 就可以体会到佛菩萨的那颗心 因为佛菩萨的心 跟大地的心是永远相同的 对我们只有奉献 只有付出 不求回馈 但是我们是怎么做的 而且 所以师父告诉我们 我们要感恩 要报恩 师父说 我们在这块土地上 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感恩 都可以报恩 我们对这个大地的爱护 其实就是感恩 对于生活在这个大地上的人事物给予关怀 照顾 爱护 这就是一种感恩 就是一种回馈 那我们是怎么去对待我们的大地 我们的大地怎么样 发烧了 暖化 发烧了 那在这个地方 就是想请大家一起来 我们说大地对我们有恩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我们稍微做了一点调查 全世界的垃圾 85%都是属于塑胶带 塑胶类 亚洲 欧美跟亚洲各占一半 那各占这一半 以我们台湾来讲 我们台湾每年 至少产生45亿只的环保瓶 那这个环保瓶可以有三座101的大楼 这么多 而且怎么样 我们现在在海里 我们看到最多最多的垃圾 其实塑胶带最多的垃圾 就是一次性使用的 就是用完了就丢了 那其实也有人做了一点点的分析 他说其实我们应该说 每年有800公顿的塑胶带 进入这个海洋 等于每一分钟到一个垃圾车 到这个海里面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几年前拍的 现在不晓得我们更严重 所以应该是说 专家们预估 2050年塑胶的海洋里面的塑胶垃圾 会比鱼更多 那我们也看到了 你看这都是垃圾 有没有看到 都是垃圾 那海洋的垃圾 我们如果稍微给它分析一下 前三名 第一名叫塑胶带 塑胶带 就是我们用的太方便的塑胶带 就是说尽可能 或许我们不可能不用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稍微留意一下 很多的生物 很多的动物 会因为我们有自觉的留意 它们的生命不见 就不会在这边消失了 它们也是环境里面 这个地球环境里面的一份子 那第二个是什么 吸管 第二个是吸管 我们用吸管也很多 第三个是瓶盖 那你们一定会说 法师你讲这些做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大地 讲到大地观 讲到地藏 我们讲到大地 大地对我们有恩 可是我们怎么对待大地 我们现在大家可以怎么做 从这个地方我们带下来 剩两分钟 我们还是赶快 我们法师今天笑我说 法师你今天可能要讲到九点半 不会 我们尽可能九点马上讲完 所以我们从第一堂课就一直在讲 我们说 修学佛法的重点在哪里 在用 你听了你会不会用 气力每一个人都可以讲 气力你怎么转气机 气机就是跟这个环境有关系 那我们说大地对我们有恩 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能够随手 就是稍微有自觉 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大地可能 这个世界可能就会更不一样 那我们每一个人 回去都有回家功课 那这回家功课是什么 请你们放心 没有要你写报告 没有要你写啊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件事 第一个什么 多吃素 多吃素 或许你会说 如果你没有吃素的人 你可不可以让你一个礼拜 吃一餐的素 一餐就好了 没有太过分 一餐 那你再从慢慢一餐变两餐 两餐变一天 懂我意思吗 那或者是你说 法师这对我们来说有点困难 好吧 那我可以稍微跟你讨价玩价说 那你初一十五嘛 从初一十五慢慢变成怎么样 慢慢让这个时间越来越长 我们以一个礼拜来看 七天里面 你至少要你一天去吃素嘛 可以不可以 那吃素那一天 欢迎你来农产室啊 来农饭室供修 顺便来吃饭啊 对不对 农饭室不怕人家吃的啦 我只能这么说 如果你愿意 那如果你已经 每天都是吃素的人 你要不要有因缘 也去讲一下 让那些没吃素的人 至少也吃素 而不是只有我好就好了 这个世界需要大家一起来 像我们修观音法门的人 我们就很清楚知道 观世音菩萨有千手千眼 可是我只有两个眼睛两只手 可是我如果找五百个人 不是也是千手千眼的吗 是不是这样子 是的 所以我们修行 可能没有到那个地方 可是如果我们愿意 大家一起来 这个世界还是会被我们改变 人间净土 就会在这边完成 第一个是多吃素 第二个呢 有自觉的塑胶袋 不要用得那么频繁 一次性的塑胶袋 尽可能少用 可能没有办法不用 可是你稍微有一点自觉 买东西的时候 你就自己会去挑了 第三个是什么 别喝瓶装水 问不得已 除非你在飞机上 或者是你在饭店里面 那没有办法 就是能够 这三件事 如果你随身可以细带 师傅好多好多年 一直告诉我们 随身细带 什么水杯 或者是你的环保餐具 或者是你的环保袋 其实你这样就可以制造 很多很多的 你就不会制造 很多很多的垃圾 而不是你制造 很多很多的垃圾 请问一下 你们没有环保餐具包 没有的话 请到我们的 不行了 这样有生意的 对不对 这样子人家会说 你是不是在卖什么东西 没有在卖什么东西 就是说 我们水手 至少就是说 我们的水杯 还有我们的环保餐具包 或者是我们的 这个环保袋 我们都能够带着的话 其实这个就能够帮 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其实减少了一些垃圾 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这么多 我时常恐吓你们 恐吓你们 怎么恐吓你们 我们是没有下一代 你们是有下一代 那你们一定会说 法师你还会来偷胎 是啦 拜托拜托啦 就是说 你们有下一代 我们都还会有未来 法华经讲 不生不灭 转换而已 就是我们要留给下一代的人 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是我们现在 大家可以一起努力的 你们还有下一代 如果我们愿意 大家稍微有自觉的 用一些东西 买一些东西 我们的地球 应该是说 我不晓得来得及 来不及 这个是比较属于滋末 真的要去改变我们这个地球 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 嫩眼睛那个 路要瓶 很重要的是什么 心瓶 所以圣言师父讲环保 他最主要在讲什么 心灵环保 因为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说真的是心灵环保 每一个人的心改变了 每一个人起来都是善念的 这个世界就不会是这样 在护鬼人王经里面 一再跟我们强调 鬼神乱是因为人心乱 这个世界有天灾人祸 这么多的原因是因为鬼神乱 鬼神为什么乱 就是因为人心乱 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用佛法 让我们的身心是安定的 鬼神就会安定 鬼神会安定 这个世界就会平安 其实 这个世界开始 就开始变得很两极 很极端 如果我们大家愿意 在修行上面下一点功夫 这个世界还是 还是会被我们给改变过来的 但是这个可能就不是 只有靠我一个人在这边 讲个歪啦歪啦 歪啦的讲 因为你们可以走出去的地方 远远比我们更久 更远 是不是 是啊 不是吗 你们可以走得 比我们走得更长 更久 更远 我们有一些地方 我们出家中还到不了 可是你们不会 我们就称之讲一件事 法师不可能每天 今天到你家 后天到他家 不会吧 所以你们能够走出去的 从在道场里面学习 回到你的家 回到你的工作场所 你能走出去的 尽可能走出去 用你修行的影响力 去影响你旁边的人 你可能不太会说法 可是没有关系 人家看你每次出去 都被环保呆 买东西都稍微留意一下 旁边的人都会被你感染 这个礼拜三件功课 几件 知数 小用塑胶带 最重要的是怎么样 你要带什么 有一些配备 要弄齐的要弄齐 水杯要自己带 环保餐具要自己带 应该有的都要有 如果没有的话 请恰 哪里 这样 OK OK 我们要给他结束了 这是好多好多年 圣言师父所讲的 因为那时候 他在推广一个大好年 他说 如果每一个人都愿意 就是去做一些小小的好 所有的小小的好 每一个人 然后每天多说一句好话 多做一件好事 所有的小小好 全部回归起来 就会变成一个大大的好 所以如果能够这样 台湾就会大好 我找不到彩色的照片 不好意思 只找到这个黑白的 我想如果是这样子 这样子我们来 我们来上课 我们来听课 才有意义 有没有 我们一开始就会讲 佛主之要 教官而以义 你听了那么多 没有办法转成你会做的 这些听了 浪费你的生命 你听了你不做 你也不用来 听了有一个很 就是这三件事 没有那么难 可是就愿 你愿不愿 一次一次地去提醒自己 法师只有超过七分钟 我们的法师在后面再告诉我 你今天一定会讲到九点半 还好 来我们最后一起做一个回向 就在这边结束 来请坐请坐 请合掌 回向 愿以 以此功德 回向祝众生 解脱三界乎 解化福地心 好 晚安 我们下个礼拜见 回去平安哦 阿弥陀佛